大家好,我是小安,每天分享养生知识,希望能给你带来健康。 联子有很高的营养价值、药用价值,联子含有铁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、蛋白质。 吃联子的好处比较多大,能够排出身体的毒气、垃圾,联子也有很好的不钙效果。 经常吃联子,腰腿不疼,浑身有力气,感觉整个人特别的年轻,走路更有劲。 联子含有非常丰富的淀粉、蛋白质、磷脂生物件、黄桶类以及多种维生素营养成分,其所含的铁比较丰富。 最有补脾直线、养精安神的功效。 经常使用,能够治疗脾虚实少、食欲不振,而且可以缓解疲劳。 很多人比较爱吃联子,因为联子的营养是比较丰富的。 联子用来治疗、肾虚、苦涩导致的胰筋、早现。 对于此类患者,人群都可以使用联子,并且对睡眠障碍的患者,吃联子可以起到特别好的快速入睡的作用。 联子含有的维生素、微量元素是比较丰富的营养,最有非常好的调节情感、放松心情的作用的。 吃联子作用是比较广泛的,所以平日里面可以经常吃联子。 联子里面有联子芯、绿色的,这个不要使用。 我们可以把联芯放到杯子里面泡水,可以很好的缓解疲劳也是不错。 再准备花生,花生我用的是白皮花生,也有红皮的花生。 家里有什么就用什么,花生是一种坚果,被人们称之为是长寿果。 花生含有一种生活性比较强的天然多酚的物质,叫做白磷卤醇,对于人体的健康有很好的保健作用。 花生含有的油脂、多种维生素,含有的凝血时间缩断的物质,对抗纤维蛋白的溶解,对于多种性疾病有很好的止血效果。 对人体的遭血功能,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。 花生含有锐元素、蛋白质、氨基酸,可以促进脑脑的发育,提高记忆能力。 并且含有的维生素,能够促进儿童的骨络发育。 吃花生还是可以补钙的,能够补充体力,比较适合劳动者吃花生。 花生能够有效的,延缓人体的锅摔料的作用,从而能够预防骨质松松,抗摔料的作用。 花生含有大量的鸭油酸,可以使人体的蛋固醇,分解为蛋脂酸排出体外,避免蛋固醇在体内的唇剂,减少由于蛋固醇在人体中正常发生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。 特别适合三个人群吃花生,吃花生还能健脾、养胃。 花生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,能够促进肠维的蠕动。 对方出现的消化不了,而且花生是一种非常营养的食物。 含有的蛋白质、糖类、披足维生素、淀粉,都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加品。 并且含有的碳水化合物、锡,能够协助于淀粉的代谢,提供热量,可以恢复能量达。 含有维生素B的食物,能够改善系统。 中医认为,花生可以收缩止汗,是一种倒汗虚汗的人群可以吃花生的,能够缓解这些情况。 花生能够有很好的温补性,对脾胃虚汗者吃花生都有非常好的作用。 我们再来准备大米,大米是一种常年的主食,吃大米可以补充营养,提供能量,促进消化,保护胃黏膜,维护血糖的稳定功效。 大米含有蛋白质,脂肪,碳水化合物,维生素,矿物质等多种的营养成分,适量的使用,能够很好的营养身体。 大米中的钙含量比较充足大,由于身体的健康,大米中的丰富碳水化合物,而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主要的功能物质,所以吃大米,可以很好的补充钙质。 大米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,能够促进肠维的蠕动,有利于食物的消化与吸收,所以食用大米能够促进消化。 大米属于一种清淡易消化的食物,这样的食用会给胃肠道功能带来损害的,也不会刺激到胃肠道粘膜,达到阳胃的目的不错。 大米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,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后,转化为葡萄糖,能够维持体内的血糖的稳定,可以防止血糖过低出现的头晕,乏力的症状。 再准备红枣,红枣为温带的作用,适用力比较强,种植范围很广,红枣味干,性温,硅脾味景,可以补充益气,补血安神的功效。 红枣能够很好的补充益气大,养血又安神,肩脾和胃,是脾味虚弱,气血不足,顺便宽热的良好保健病。 红枣又很好的补充益气,经常吃红枣,能够助眼,饲养我们的皮肤。 女性朋友们可以经常吃的。 经常吃红枣的人,很少患胆结石,因为红枣中丰富的维生素C,可以使体内多余的胆固醇,转变为胆质酸,胆固醇减少,结石形成的概率也会随之减少。 红枣富含的铁,对防止骨质松松,贫血,有非常好的重药作用。 中老年人更年期,会骨落疏松,正在发育的高峰期的青少年,女性容易贫血,我们吃红枣,有非常好的理想作用。 红枣所含的鲁丁,是一种软化血管的作用,能够降低物质。 随着把准备好的所有食材倒入锅里面,加入清水,中小火慢煮20分钟。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,制作视频不容易,请您发下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 您的每个支持和点赞都受限制的最大动力。 深厉的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谢谢大家。 煮好我们就可以喝了,也可以加入冰糖盒或者蜂蜜。 加入蜂蜜不仅可以增加口感,而且能够非常好的增加我们的营养。 蜂蜜通面的效果也是不错的,这样煮好的粥我们要经常喝的,可以很好的滋养身体, 使我们的身体强装有力气,特别适合老年朋友们吃, 可以补钙、补心、补铁、补充蛋白质,补充一些身体所缺乏的营养的。 实在都是我们家里有的,多做给家人喝,小孩子喝都不错, 适合很多人吃,做法简单的。 如果朋友们需要的话,收藏起来试一试吧。 哈喽家人朋友们,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。 专心的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。 我是小安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